欢迎来到成功思维 美国著名成功激励大师Jim Rohn有句名言 成功会留下线索 在这里让我们一起跟随成功人士的足迹 揭晓他们成功的秘密 他从一名大学讲师移民来到新西兰后 做过清洁工、餐厅小工、工人、图书管理员 他用了15年的时间积累了18套投资房 获得了财务自由 辞掉了15年的全职工作 他现在是一位拥有千万资产的房地产投资人 和房地产投资导师 他就是康悟 什么样的思维造就了他的成功 投资人容易犯哪些错误 他给首次置业人的建议是什么 他成功的三个黄金定律又是什么 今天我们来听听他的成功故事 嗨 Carl,你好 新年好 新年好,Mary 非常高兴 你来做客成功思维 那么今天呢 特别想请你聊一聊 你在新西兰房地产投资方面的故事 也就是主要是你的历程和经验 那么作为一个新移民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 我们很想知道是什么机缘把你带到房地产投资这个领域里呢 说出来,这也是一个非常偶尔的机会 我20年前来到新西兰 当时来这边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投资房地产这个想法 就是说改变一下我的生活 到新西兰能够有一个自己的住房 一份好的工作就行了 这是原始的想法 后来我在Unitex上班的时候 接触到投资方面的一些书记 从中就得到启发 其中很有用的一本书叫做《穷爸爸富爸爸》 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 所以从那以后呢 我就在这方面的投资一件事经历做研究 然后呢也尝试着自己开始做一些投资 慢慢的积累的经验 然后直到我最早开始投资的 2005年买第一套投资房 到了 但是呢因为刚开始是一个人在做比较吃力比较慢 到了2011年的时候 在中间2005年 积累的三套房子 但是呢这个 六年多 路上还是走得比较慢 也比较吃力 后来呢 一二年以后 我加入我现在的我的服务团队叫做《Renomation》 在从中呢 学了很多东西 也用这个平台 让我自己呢 再进一步的走上一个台阶 在我的投资路上 走得比较快 嗯 那么 看我想了解一下 你买的第一栋投资房是个什么样的房子 嗯 所以最早一个房子呢 实际上这个是一个 就是 如果是 如果要说这个东西 应该做一个教训来来说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没有经验 也没有人教我 嗯 你知道我们像亚洲人像中国人都很喜欢这种新的东西 新的房子 那我看到 有一个看到这个哇这个这个townhouse 哇 崭新的很漂亮 就赶紧去出嫁 就怕别人抢走了 嗯 结果呢 那个offer一订进去马上就被人接受了 那这说明什么呢 嗯 这说明说 可能 嫁出太高了 你嫁出的很核心意 对对 很迫害家的心意 一般来说都要来回商量几次 结果一订进去就来回商量几次 那价值太高了 当然这个我们自己喜欢的 多数点价就算了 嗯 但是 这个比较糟糕的是什么那个他是一个plus的房子 嗯 就是那个后来才知道水内漏水房内型的 哦 虽然那个嗯 我过了几年以后 还给房子卖了 卖的时候呢 买家找了啊 两组人来检查 那其他两组的检查的公司来检查 那时候都没检查什么问题来 嗯 就是那个时候还是好的 但是即使那样子呢 我还是要比远低于我买的价格 卖给别人 嗯 所以这个第一步没走好 那这个中间 嗯 这个中间间隔多长时间呢 从买到卖 这个 大概 快三年吧 快三年 快三年 哦 三年 嗯 那是比如说你是2005年买的第一套房是吧 对对对 那就是2008年 2008年咱们房地产 现在房地产是经历了一个比较大的那个滑坡了 没错 在这个滑坡之前卖掉的呢 就是你你比买价要低低于买价卖掉 是因为当时市场滑坡呢 还是因为你觉得这个房子的问题 是市场在华国 第二个更主要是房子问题 因为虽然说没有漏 但是那个那个时候已经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呃 licky property这个概念 大家对这种 plus的房子啊就比较注意 所以为什么这种买家的 怕了两 两部来码的检查 是这个意思 嗯 ok 嗯 嗯 也就是你在买第一顿房的时候 实际上是完全是没有任何这个指导 只是看了一些书啊 没有那个经验 只是觉得我要 要去投资 必须要 必须要投资房地产 这个概念是有了啊 但是就不知道怎么操作 该买什么样的东西啊 啊 不该买什么东西 没这个概念啊 嗯 只是要去买啊 对对对 所以 但你为什么想到是要做去做房地产呢 比如说穷爸爸 富爸爸这本说 他比如说他是谈到了很多这种被动收入啊 就是 没错 对 就是因为这个你觉得是 房地产是这么一个 他谈到一个很重要概念 嗯 你 工作也好 还是做生意好 给你带来了这个收入啊 不是被动收入 那个朝九晚五给你带来收入 只是给你磨生活的 你财户是在朝九晚五之后啊 周末之间就积累起来的 嗯 就靠这个投资积累被动收入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啊 嗯 所以我就这个啊 在这方面做一些尝试吧 嗯 然后没想到这个第一个 这个没买好啊 踩到雷了 哈哈哈 那还好说我这个呃 我既然这个下地决心要走这条路了 后面还在把这个房子卖了以后就继续啊 啊在这后在这路上走走下去 但是呢 当然更谨慎一点啊 嗯 啊后来接下来几年就 接着连差不多每年买一个就再买了三个 到211年的时候啊 啊手上积累了三个房子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感到 达到一个平静效应 那既然讲到这个策略啊 那么你自己刚开始投资的时候 就是说在没有这个指导的情况下 你前面三栋房是用了什么样的策略去买 那么后面你就改变之后用了什么新的策略来来整个把你投资的这个这个规模一下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是的这个上面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嗯 当然那前面我主要的想法是说啊买房子就要买好的房子啊 就是一定要可可亮亮的啊 因为你要自己要喜欢的房子 你自己不喜欢谁来住呢 我有这种这种这种思路 就以买自助房的想法去买投资房啊 这是一种让心中错误的想法 那当然在买的房子可可亮亮的就很难买到这个合适的价格 大家都喜欢那你就跟别人去抢是吧 然后呢你注重于买这种大的房子带地的 那这样子那就回报率比较低一点 那这样子就因为回报的低 银行就不会太愿意继续给你带个人的款 因为你的这个信息流跟不上 所以啊这个这个投资产物虚很多人认为说 哎呀我要买这个买这个打地的啊 增值才会才会好 才会给你带来更多的资产增值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啊 增值很多是对的 但是如果你没忽略到这个现金流这一块呢 你也走不太远 具体的策略上你是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做投资呢? 嗯那后来呢那当然每个人投资的这个策略 应该是不一样的 你根据你自己自身状况啊 嗯你是有什么计划 你什么想法 然后你你的经济情况怎么样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你收入多少是吧 然后再来这种计划 那总的一个原则就是说 你必须要有一个一个balance 就是你投资呢 既要有这个资产增值 又要有现金流 那两手都要有 不能测证一方面 嗯那那作为你个人的话 就是说作为你个人的投资啊 你是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 嗯对 我就是出现这种所谓平衡balance 啊就两空两手都是要 那前期呢我刚讲的 基本上祝贵就是啊 只要所谓的这个资产增值快的啊 那就是房子啊 嗯那后面呢我就投了一些 就是有现金流比较高的 嗯那就是unit 嗯那这个呢 既有资产增值 那又有现金流 因为它那个unit 比如说它介于房子跟apartment 之间的这种啊 环形是吧 我们知道房子本身那个增值 是比较快的 比较大的 那apartment呢 它是现金流比较好 啊那unit呢 这两者之间两头都能享受到 所以后期呢 那个我投的unit相对比较多一点 嗯 当然还有一个 呃我们选了一个房子呢 还有选了一些就是说 那不但能够呃在自然增值方面啊 会比较好的 另外呢还能够通过你 改变它的这个 这个比较大量的结构 重新装修 诸如此类 增加它价值 那这一类环形 那我们也比较喜欢 就通过你们自己来来做 能让它价值增加上去 那同时现金流也得到提高 嗯嗯嗯 这是后期比较注重的这个投资的类型 嗯嗯嗯 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 从2005年你第一次投资 到后面加入这个renovation的团队啊 啊去向他们学习啊 那么从那个时候的策略 和现金的这个市场啊 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和那个时候 恐怕已经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 啊是的 你觉得呢 你觉得那个时候和现在的房地产投资市场 变化大不大 没错 这个投资环境肯定有所变化 嗯嗯 那个 他必须说 很多人认为 哎呀现在越难越难投资了 嗯 我并不这么认为 因为这个时候 他有他的这个特定的投资环境 又难的地方又容易的地方 嗯 那当然现在难难都难哪里呢 难在这个 搞到那个finance 要贷款相对来说 整个卡的比较紧一点 嗯 那那从这个房价来讲 现在房价比过去贵很多 怎么买得起啊 那实际上 你要从这个可负担心来看 现在并不比过去贵多少 比如说你10年前这个50万房子 现在100万 但是10年前你的利息 比如说那个时候 比如7.5的利息 嗯 现在是2.5的利息 过去50万房子 你要花负多少 那个750块 每个利息 现在还过来 一百万房子 你只要500块钱 是不是从这样的看来 那现在可负担心还更更强了 嗯 过去虽然利息高 但相对来说 银行对 还款能力计算的方面 会比较松一点 那现在会收紧一点 那这样就总体来讲 还是比较平衡的 不等于说现在比过去 难投资 对那么讲到这个贷款 就是目前 因为房价涨了嘛 然后贷款 银行的贷款 也的确比以前要严格多 收紧很多 那么 作为你个人来讲 你觉得就是说 你在贷款方面呢 就是这是比较技术方面了 你是比较倾向于那个 贷款本金加这个利息 这样来作为投资人 这样去还款呢 还是就是仅仅是还利息 或者是呢 去安排一个revolving credit 或者是一种混合的 嗯 那么在你的投资这个经历当中 你是选去哪 哪种或者哪几种这样做 投资那么 嗯 能够用 主要是用别人的钱 也是银行的钱 但是尽量从银行去贷 那 那 那个 当然 还本 是为了把这个 债务减低 但是我们记得这些债 都是好的债务 就是good debt 所以没必要去还它 所以 能够interest only 子房利息的话 我们就做子房利息 所以基本上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还本 所以这个贷款 就没还本 就是不断的支房利息 嗯 那我知道很多人说 那你银行现在是 5年以后 就不让你 在这个interest only 那实际上这个 是不对的概念 还是银行还是比较 可以商量的 flexible 如果 像实际上 你看我 十来年呢 我再 为什么能够继续这个 子房利息呢 就是 你就是 不当跟银行商量 实在不行呢 你跟银行说 5年不行 我再给我3年 那实在不行 我就换银行了 是吧 那就是最后的 就是换银行 那你重新就可以5年了 嗯 所以尽量的 子房利息 嗯 当然 根据 根据个人的情况 有些时候 你需要还本的 特别是你自助房 那房本是 是make sense的 但是投资房 就不要去还利息 不要去还本 嗯 因为也有这么一个说法 他说 我是 本和利 一起还 这样的就是减低债务 减低债务呢 比如说10年 或者是15年之后 哎 我就无债一生轻了 那么我的整个这个收入 就是 租金收入 就是净租金收入了 这样能够 能够 让我过上一个很 很富足的 很轻松的一个生活 嗯 很多人都是 是这样想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 最过去也是这样想 那 那实际上 没必要这么做 嗯 举个例子说 假设你现在这个 你的portfolio 你的 资产组合 有这个1000万 嗯 那你欠人银行 比较多500万 嗯 假设你 不还他 按照 这个 新西兰的这个 还产 这个 周期 每80年还一翻 嗯 那这个债务十年 你这1000万 变成2000万了 嗯 那你因为没有还本 你的那个 债务呢 还是500万 是 嗯 对不对 那 债购 10年 那变成2000 2000万 变成4000万了 嗯 这是你的资产组合 但是债务呢 还是500万 嗯 那那个时候 你可能就卖 你手上就卖几顿房子 就把这500万都还掉了 嗯 那即使说 但是呢 像我这样子 我可能还不会还他 嗯 就是说 你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些 500万 债务的利息 谁给你还了 嗯 租客一定给你还了 不断给你再还 嗯 你要 要明白一点 租金也是在 不断地往上增长的 嗯 每10年 虽然是租金可能 不一定会还一还 但是他也涨个 60 60% 是吧 就是这些 租金本身进来的 特别是现在利息低的时候 都能够 看我所有朋友 还能够绰绰有余剩下来 啊 让你 这个 过个比较好的生活 所以说 你的 pest income 实际上最重要的 都是从这个 租金来 嗯 这个就没必要去还他 那你刚提到这个 revolving credit 那你如果是需要的话 从你的equity 拿一部分来做 revolving credit 你换在那边 啊 你随时可以动用 哪个时候你需要一笔 大款的时候 啊 假设说你 每年的这个租金给你 扣子 所有费用 啊 十来万 已经够你生活了 嗯 但是你有时候有时候要 要买 突然要有 动用 比较多的钱 要十几二十万 怎么办呢 就用你的revolving 嗯 用revolving就行了 嗯 嗯 就 那如果你把这个 卖了一半 啊 是啊 你这一千万 你房了五百万 剩下五百万是 基金资产 哎 是啊 啊 你照样可以这个 享受 但是你的 你的总的这个 啊 资产呢 就 减半 减半 从一千万变成五百万 那你这个荒备的这个底 就少掉了啊 啊 那就说 你同样的再过十年二十年啊 你的资产总量就少了很多 嗯嗯 所以有些人呢 他有些人他不卖房子 他只是把它还掉 就是尽早把它还掉 这样呢 他的这个被动收入呢 就变成那个纯现金了 这样的 然后呢 其他的仍然随着市场在增值啊 中国人咱们华人有这个传统流行 留给子孙后代嘛 这样的一千万 对对对 两千万变成四千万 八千万 他就留给子孙后代了 自己也用不了的 但是在他有生之年呢 他如果把这个贷款尽快还掉呢 他就比较 比较好的这个现金 现金流 来保证他一个 比较有 比较质量比较高的这个生活方式吧 是这样的 这也是一种 我的想法是说 你如果有 啊 剩余的钱 能够去还本的话 那宁愿把这些钱拿去买更多的方式 嗯嗯嗯 因为 你还 还本这个钱 是 叫做税后的钱 一块钱 你赚了一块三 啊 你剩下一块钱你去还本 嗯 假设你这个钱 不去还本 继续投入的话 你 你这个是 就等于免交税了 从一块一块钱 你 这税也不要交了 嗯 而且呢 还不断扩展你的资产 嗯 因为本是不能 作为你的 投资的一个 一个费用 不能当作cost 嗯 来 来 cut 来算了 所以 所以能不妨就不妨 啊 尽量把这个钱 再 再投入 再投资 再投资 那么回到这个 刚才讲的这个策略哈 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就是说 从 从十几年前到现在 你在投资的策略上 作为你来讲 有没有变化呢 就是 总的大的策略 我们就讲 啊 刚才讲的 你要 又要有 那个 让你的财产有足够的 助产增值 又要有足够的信心流 啊 那你 某个阶段 测试哪一点 这个也可以变化 但是 这两个不能说 我 我只要一个啊 那刚才讲的 对大部分来讲 在投资的 道路上 测试点 是在积累财产 就尽量的 啊 要增加你的这个 资产增值 买的房产 你如果没有这种增值 就没什么意义 是吧 当当只有信心流的话 啊 就 你走不远 但是呢 反过来讲 你如果没有信心流跟你支持 你代付的更多 也走不远 所以 尽量测试 这个资产增值 根据你个人的实际情况 啊 作为调整 那像我这样的前期 当然车重于这个 资产增值 尽量买的房子 就能够让它 在比较短的时间内 啊 除了这个自然之内外 还有 还有什么方法呢 就啊 就短期我们用这个 啊 让它尽快增值 这个通过啊 装修改造 改变的结构啊 啊 诸如此类的 那它在短期内 能尽量成价值 到后期 啊 我现在因为就没没上班了 啊 那 我这个 靠没有更多收入 来支持我投资呢 嘛 那我这个投资的东西 就必须要有 比较好的心理流 啊 所以现在我就 买的东西就是 啊 在心理的方面 比较注重一点 嗯 那么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说 就是你讲不同的投资人 他采取不同的策略 要根据自身的情况 嗯 嗯 在你 如果你的收入 够多 够好 比如说 你是律师 你是 医生啊 或者你有一个生意 每天的收入很好很好 心理流已经很强了 这个情况下 你就可以 啊 就是买那些资产增值 嗯 像早期 啊 前 十年八年前 买这种房子 基本上 你还都要 贴钱的就是负数的 就是那个的企业 嗯 那为什么当时 很多 愿意那个的企业呢 因为那种房子 增值比较快 虽然说你贴钱啊 你贴得起 那可以 是吧 啊 那当然 你如果是 就是收入非常一般的 那你就不能不能 不能这么做 你就要找 要平衡点力啊 你每一堆房子贴 五十块一百块可以 等到你买十栋八栋 你每栋都去 去贴那么多 啊 肯定不行了 是吧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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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子 那就是要根据你的自身情况下 啊 啊 来自我 可能是说 就还是回到我跟他说的 可能平衡点 你的平衡点 平衡点你在哪里 嗯嗯 你的情况 一定要选对 选好这个平衡点 嗯 那么在现在的这种房地产行事下 竞争这么激烈 作为一个房地产投资人 嗯 他还比较容易找到合一的房子去投资吗 会的 说到这一点 那我 那我支撑这个历史 啊 你说到这个 啊 啊 那当天前 大家都怕了 是吧 嗯 没能力去买房子 没能力去买房子 嗯 那个时候我批评我进去 去买了一个 嗯 我因为记得 那个 啊 哎 那个 一个 英文也说 在别人 都非常 贪婪的时候 你要惧怕 嗯 别人都非常惧怕的时候 你要贪婪 嗯 这是巴菲特说的 是吧 对 对 啊 所以 在落单的时候 我拿了一个很好的交易 就是因为 那时候 没能买了 那 刚刚我去 前几天又 设置了一个 就是 Christmas 时候 这个时候是大家都没心思 大家都是没空 去 去买房子的 大家都 没心思 叫做好机会 好机会 我就买了一个 嗯 所以说 啊 你要称呼利用 这种可利用的机会 啊 那当然 其他时候 是不是 就是找不到好的地方呢 也不是 只要你对市场很熟悉 嗯 这个 这个 啊 嗯 天天在市场里面看着盯着 一有主意出来 啊 你就 你就看到这个机会 嗯 这个机会总是 给那些 平时有准备的人 是吧 嗯 这是我说的 这两栋房子都是 奥西买的吗 嗯 两个实际上都通过 negociation 其实一个 尤其是一个 他是奥西流派了 我的 后面跟他商量的 嗯 前面一个 第一个落到那个 本来是一个奥西买的 因为落到没有奥西买呢 那我们通过 通过这个商量 嗯 嗯 嗯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 明白的是一个 两个什么样的房子 OK 嗯 啊第一个房子 啊 是买的 现在他是一块地 一千两百多平方 上面有三栋房子的 已经有 哦 OK 但是他是有一个title 嗯 我买下来以后 我现在正在做 把它变成 三个独立title 嗯 每个房子 它实际上是 两层 两层 一层 其中两层的两个 我准备再把它 再分成 两个独立的 那个unit 一个title里面有两个unit 那这样子 可以变成 对 从三个变成五个 甚至变六个 最后一个呢 我可能把它 抬高 在底下再建一层 或者是重新建 都有可能 嗯 就说 不能从 现有的三个 变成五个以上 嗯 但是这个费用呢 又非常低 因为它本身就是现成的房子 我没有做太多的工作 就是大部分是paperwork 然后呢 再更新一下 比较水管啊 啊 根据这个 City Council的要求 做一些新的 这个upgrade 就好了 嗯 所以移动房 变成了五六 五六个 这个收入来源了 就是 对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讲 我就把它 cash flow就很强了 是是是 嗯 实际上 我这么一做呢 资本政治也上了 因为现在现在一个title 再一变成三个title以后 自然就 资本政治也上来了 对 那第二栋房子是个什么房子呢 第二栋房子是一个 是一个整个一个 一个block block unit 啊 整个 这个block买下来 这样子就 因为很 所以 我们说买unit 单独一顿五顿去买的话 相对来说 啊 你拿到好价格的机会 不多 所以我们 当然这个是我自己 一个人买下来的 我那个 我们床队常常通过 这个团购的方法 对不对 整个 拿下来 然后大家分 这一个 这个是我自己 一个人拿下来了 嗯 这个block 多少个unit 四个 哦 四个 然后同样的 我通过 装修 改造 让它整个价值 同时提高租金 买下来 也是 准备这么做 你买的时候 它已经是现金流了吗 就是它已经是有租客 是的 已经带租客了 对 这个现金流也还不错 也是 是 ok 这两栋房子 买下来的时候 我自己 就是说 刚才讲的 钱都是银行的 我自己一分钱不逃 是吧 但是一买到以后呢 对啊 就是每个星期都挣出了 第一栋房子 就每个星期就挣出700块 到我的口袋里面 就是现在本来买的时候 就是挣700了 买的就是挣700了 那非常不错 那第二栋 也是挣200多了 这是在做任何的装修改造之前 嗯 就已经这样子了 那后面如果通过我这种 再进一步 增加价值 改变 那个提高这个 建议流的话 那肯定是更正数了 嗯嗯嗯 对 那很好 你这样讲实际上 给大家一点信心 两个例子都是 实际上是非常成功的 两个收购了 这样的 嗯 对 那不当我自己的 我们的团队 也是在不断的买房子 嗯 我上一次 在乐道期间 我们做的webinar 讲一讲 讲一讲我们这个团队 买了哪些房子 嗯 当时有些 啊 有些团队外的 那我们这些人 有点crazy 那这个漏道 你们还敢这样子买 那我们讲了一些例子 后 现在回头看来 你看看这些都是 非常好的地步 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买 只不过说 你也没有这个眼光 啊 啊 那个买到 合适的房子 这个是一个 这真的是一个 一个学问 嗯 那刚刚 那你说到 现在房子 房源比较少是 你怎么避免竞争 但这里面有很多 很多这个策略 啊 我刚才讲你 如果对市场很熟的话 一旦一个房子出来 你马上就能够 知道它的价 价值在哪里啊 啊 就知道它的价格在哪里 嗯 就可以即使出手 那当然 对我们团队 我们有一些优势 就是说很多房子 还没有 正上市之前 我们已经就知道 嗯 它要卖了 就把它先搞定了 啊 或者呢 通过我们的一些中介 在它在上市土之前 还有几天时间 啊 我们就跟这个 通过我们自己的一点 去跟跟物主商量 就已经买下来的啊 那这种力气不少啊 那当然还有通过一些 私卖的啊 因为我们团队 每好几个装机队 这些装机队 替其他物主在装机的过程中 知道他们想卖 那我们也就跟他们去 直接去商量 就拿下来 这些房源也相当数量 是通过这种方式买到的 那当然 如果是拍卖啊 协商啊 那当然也有这些 有一些特定的技巧 怎么买到 你可以接受的价格 嗯 嗯 对 因为从去年整个拍卖的 拍卖的行事是竞争绝大部分是很激烈的哈 那实际上 拍卖也有拍卖的技巧 嗯 当然在这里这个 这些问题也没法细讲 肯定是 啊 比如说每次一拍卖 我们都会赢得到 这个 但是呢 啊 我们作为投资人啊 就是 抱着这个 这个想法就是说 你我们不会只盯一个房子啊 就是我对四个房子的满意 只要你买到一个就行了 对不对 嗯 所以啊 嗯 在我们认为合理价格内啊 我们用我们的一些特定的方法去试探啊 嗯 最终都能拿到 这个比较理想的结果 嗯 对你刚才提到呢 就是说 如果自己对房地产市场 比较熟悉的话 那么 出一个房子 你是知道这个 合不合适我作为一个投资的 这个房产的选择的 那么 所以说 在你自己作为这个 投资的区域的选择上 你是比较集中在某一个区域呢 还是你会熟悉几个区域进行投资呢 嗯 我们团队的领域是说 投资要投在 一个资产增值 好的地方 保值 比较好的地方 嗯 那就是 奥克兰呢 就是奥克兰的中区 中区 对 对 那基本上 当然中区并不是所有地方 有些东西 有些地方也不是太好 比如说 有些地方政府房比较多 嗯 有的房 有的区 这个 那个 有些街 地基可能有问题 还有呢 诸如此类的 但是呢 大部分中区的房子 我们都会去考虑 那 那 作为投资来讲 当然你如果是能 特别对哪些区很熟悉 那当然 这也就是了 啊 那当然我们感觉 中区里面也还是比较大 嗯 都都都 就盯几个 哎呀 我就是丁马尔本啊 甚至汉在几个地方 嗯 所以 所有中区地方啊 都 那个 啊 都能够比较熟悉 那当然 那就是 如果你一个人做不到 那 那就 可能就要提到啊 我后面可能也 也可能你要怎么够 使用这个平台团队来帮你做啊 嗯 那就是你就可以省事省事省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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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么 说到这个你想投入做投资这个区 要花时间 花精力进行去了解啊 熟悉啊 那么作为你来讲 你差不多一个星期 花多少时间在这个房地产投资方面 嗯 嗯 嗯 基本上 嗯 我刚才讲 没上班呢 就是 那个全市来帮助 冷冷危险 来带学员 嗯 嗯 嗯 基本上 啊 如果二小时到 起码二十小时以上 都 都花在这个 啊 这个房地产的 这一块 嗯 周末呢 啊 就在地中相对的 出去 替学员看房子 嗯 选房子 拍卖 以后 这明星地方 一旦有新的房子出来 我们也没有跟你去 就要去看啊 所以 每个星期 要看 世界二十个房子 都很正常的 嗯 嗯 那么靠你自己 已经有很大的一个 portfolio了 那么你自己 管理自己的房子吗 啊 是这样子 刚开始的时候 啊 我都是把所有的房子 都交给 这个 中介性款 嗯 我认为说 那个 我自己的时间呢 更多的用于 这个 研究市场 跟这个 扩大我的 这个portfolio 嗯 那自从我这个 不上班以后 刚开始的时候 啊 比较exciting 哎呦 现在终于 每次退休了 可以什么事都不干了 自由了 哈哈 后来就觉得 boring 对 每次干也不行 后来就 找点事情 把我这个 这个房源一部分 哪部分自己管啊 嗯 嗯 那自己的信用作 啊 那现在就大概 一半一半一半 一半我自己管一半 一半都自己管 嗯 嗯 那这房子的维护啊 修理方面呢 嗯 你也自己参与吗 还是说 啊这个我 基本上不参与 就是 虽然我自己管一半 但是呢 所有的这些维护东西 我们就依赖团队 啊 就是我告诉租客 嗯 什么样的问题 找谁 什么样的问题 不用来直接问我 嗯 那我就 因为我们一个团队 我们新的团队 他们都会 替我们能够解决好好的 是吧 那 这个 他们不会乱缺费用 是吧 所以 你找好一个 你可信赖的这个团队 替你这个 啊 做这些事情 就 就很有好处 嗯 所以刚才又回答这个团队的问题 是吧 嗯 那 我们就不用操心了 就省心省力 嗯 你自己有没有参与 比如说 房地产这个短线的这种trading 比如说 他们有些人买了房子 然后装修 啊 然后很快再卖掉 嗯 或者呢 现在很多人买大地 然后盖房子 就是说你个人来讲 有没有参与这方面 用这方面的策略 来进行这个 房地产投资 嗯 我自己本来是没有 我也参与过这些 但是我周边的一些人 一些朋友啊 嗯 啊 我有跟他们这个 关注他们做的东西 嗯 那 从 我跟老人讲 我是不大推荐走这些路 嗯 第一不得说 这些做法不赚钱 或怎么样 嗯 就是说 在我看来 这不是最佳的方法 嗯 比如说 就是trading 是的 一个房子啊 你比方说 你70万买来了 80万卖了 好像是你赚了10万块钱 嗯 但是呢扣除各种费用 因为你这个村里肯定要交税的 扣除各种费用啊 税务 GST 啊 那个holding cost 啊 中介费 到你手上 没剩几万 嗯 嗯 嗯 一般就大概算是三万多到四万 嗯 然后你再拿到这个三万四万去找下一个 很远 啊 说不定你这个 房价就涨了 你买不回你的那个 是吧 嗯 你没有卖掉 假设你没卖掉 你增加了十万 你回到银行 银行会给你 你多住十万来多 银行给你至少给你百万七十 给你七万块的 revolving 你可以拿出来 嗯 这样子没卖掉你手上有七万 加上一个房子 卖掉了你手上就有三万多的现金 嗯 嗯 那当然你如果是把它作为一个你的职业啊 可以 那反正你收入是靠这个啊 你卖一个房子撞三十万 每个卖一个房子撞三十万 就是你这个 作为一个职业来做 你房子刚好是一个 对 房子刚好是一个 是你把那个当一个商品 嗯 但是他这不是投资 嗯 这是一个收入来源 嗯 可以这样做 嗯 那至于说 嗯 买地开发 这也是一种方法 嗯 那 那我的想法是 除非你是也是专门做这个的 啊 你今后就准备做的开发商 啊 你这方面你就把它搞精了 嗯 那 是一条路子 但是对大部分来讲 你对方面不熟 啊 然后呢 你没有这个时间精力 因为因为你要要搞开发 买房子 搞地买开发 肯定花很多时间精力 对大部分来讲 啊 上班一组 我觉得不是不合适的 嗯 然后呢 还有一个 你这个周期比较长 所以这些都很 都是很不利的因素 嗯 啊 如果是比如你们一个 一个地盖房子 起码108年 那 这108年 这108年中 你可能就会错失很多机会 啊 可能知道你可以 可以买几个房子 所以扒养后 留在手上 等到1年半年以后 你才能见到这个 这个最后的结果 那个时候市场怎么样 你可能 都很难判你很难说 所以什么意思来讲呢 可能风险也比较大 带有一点 拼搏性子 啊 我这周边有一个朋友 跟我差不多同期来了 他一来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 开发 啊 那到现在为止 他住了一个 啊 将近有300万的这个房子 是mortgage free的 啊 啊 那个手上大概90万现金 看起来也还不错 是吧 将近400万进市场 但是呢 他20多年这样 一个人非常辛苦 还不如像我们这样很多同队的 就是简单的上门印出 啊 轻轻轻轻的 那个没有几百万三千万的资产 嗯 同样的这样去投资 还是不能策略 因为结果就不一样 嗯 嗯 嗯 这还是个人的一个取向哈 是一个个人的选择 嗯 嗯 那么另外就是靠你对有些新入行的哈 就是说 现在想入市 做房地产投资的人 可能 可能 买房子的头期 这个资金也不是很多 甚至也没什么多少多少这种资金 对这些人 你有什么建议 好的 对对手势买房来讲 不管是任何时候 都是难的 嗯 很多人说 哎呀 现在这个房子这么贵 啊 那个 对第一次买房来很不公平很难 那实际上 几十年前的KV 你说买第一个房子 也那么容易吗 也不容易 你去问任何一个早期买第一个房子的人 都是这样子的 那 现在的情况是说 你呃 对一般来讲 你要买 你要买 要拿出十几二十万的时候 你要 通过好多年的积累 那 那 那怎么办呢 啊 没有太多的方法 就是说 你一定要通过你自己自己 去省它 省下来 一部分 第二部分 可能通过 啊 叫做 叫做 bank of mom and dad 父母亲那边 看他有办法 知识一点 不一定向父母亲要的 那就是向父母亲接一点 或者是朋友亲戚 你去接一点 这为 这个 这个 臭一点 只要你首付就觉得 嗯 那就 比较好办 嗯 当然 你买到第一套房子以后 一定要买准 因为 第一套房子 不管你是自治房还是出自房 即使你自治房呢 它也是你这个今后 能不能 让你走更远 买更多投资房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基石 所以必须 要把第一套房子买好了 那么你个人在贷款方面 你是通过这个 用那个中介broker呢 还是说你自己直接去跟银行去交涉 是的 基本上是我们建议说大家用broker 因为broker呢 懂得各个银行的 政策啊 所以你如果是自己 除非你自己对银行都这个 各个真的都很熟悉 但是这个 大可能你一个银行去问 比较繁琐 所以我们建议一般说用broker 他们这个针对你的情况 会选择一个有利的银行去替你贷款 嗯嗯对 那你是用一家银行呢 还是用用不同的银行 做一个股资贷款 随着你的那个资产 那个portfolio 一定要学会使用不同银行 英文有个叫做one bank trap 就是说你如果是把所有东西放在一个银行呢 最终呢你就被被stuck在那边走不动 嗯嗯嗯嗯 所以你这个有几种房子以后 今天要想办法分到不同银行 嗯嗯嗯 那么有一个问题啊 一个假设的问题 嗯靠你现在是有上千万的资产了 假设 我们说假设 你今天失去了所有的资产 你一无所有 在现在的这个市场上 你怎样去起步 你还会做房地产去起步吗 翻身吗 嗯 如果你还是用房地产这种工具去翻身的话 你会怎么去做呢 啊 这是一个假设的啊 假想 肯定是个假设的 嗯 因为我们认为 我们这种操作方法是 最安全有效的操作方法 所以说 不会出现那种情况 但是如果 就是假设发生了 那肯定说 这个 我就学到一个更好的这个Lesson 嗯 那我 我刚才讲 我这个这个这个 这么多房子是在过去十几年间 十几年间 十几年间 纪念起来的 在一个很长的漫长的学习过程 那我现在也学到 基本上大部分该学的都已经学到了 那我 叫我从头再来的话 可能不用十年 那我已经 又能够回到现在状况 嗯 那当然 这个 这个 这个知识 都在那边 那就使用这个杠杆方面 啊 还是需要一定时间 啊 不然说马上就发生 一年一两年回到 啊 那这样的状况 不大可能 但是 只要啊 有足够的 那个 啊 时间在那边 我刚才讲那个杠杆 我们的时间 它本身也是杠杆 嗯 嗯 那个 我们房地产 你 因为美巴的生命 房地产就放一放 这个你买的东西放 因为自然政治 就是就是一个杠杆 是吧 嗯 第二杠杆就是这个 啊 我还肯定要使用这个金钱杠杆 那就是说 用 别的那钱 银行的钱 让 让这个银行 啊 带我更多的钱 就 就是 这样的情况下 就能够不断的 让你这个啊 资产不断 再继续 扩大 啊 第三杠杆杆 我讲的 因为 过去我就是 一个人 单打独杠 嗯 所以就比较慢 那 现在知道 使用接力 就是 用别人的知识 用平台的力量 嗯 这个 享受各种资源 来帮助你 嗯 因为这些加在一块 嗯 肯定你就往 就很快的 就能够走得更 啊 把这个 你说要要要要要 要吃些东西就很快 就能 能拿回来 嗯 整个历程 整个时间 肯定有缩短很多 缩短很多 对对对 啊 那么我想有个好奇的问题 就是说 从你第一次做房地产投资 花了多久 你达到了一个净资产的百万 这个历程走了多久 这个 前面比较多 前面 前面六年把三个 那差不多就一百万 对 就花了 前面六年时间吧 对六年时间 六年时间啊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假 在这种假设的前提下 你一无所有用 你已经有的 但是你你已经有这些 所有的知识和资源 去从头开始的话 你觉得还需要六年实现 这个百万净资产 那肯定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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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你时间应该就可以 可以做到了 就可以达到了 嗯 对提到这个mentoring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在某一个领域 投资领域 那我们今天是专门讲 房地产投资领域 在这个领域的这种指导 或者是导师 或者是顾问 啊 这方面你你应该 以哪些方面 进行去考量 来作为选择 嗯 OK 当然 啊 你这个问题 我觉得很好 要想成功 必须 要 跟来学 啊 每个成功人后面 都有他的这个 mentor coach 导师 嗯 啊 这个我是跟那个 呃 那个 弄的 弄的 弄他有他导师 他实际上有三个导师 嗯 包括那个 black sugar 不知道你熟悉不熟悉 他在 一起被分公司 嗯 嗯 那个 呃 所以 他在选择 mentor 老师 我是这样子 看的 实际上我 穿到弄的时候 2012年 我在问我自己 哎 我已经买了这么多房子了 我还需要 跟他学吗 嗯 买房子就这么简单 还有什么 好像 应该没有太多东西好学的 我已经都经历过 我换过错误 换过去教训的 啊 换过哪几个也还觉得不错 过来我想 这个人有三十个房子 肯定有某些特色的东西 我不知道 果然 啊 那个 加入他们以后 就学到 我以前没想到的一些一些 策略是吧 嗯 那 所以说一个很重要的 你这个 选 老师他必须要经验豐富 他本身要有很多 一定大的portfolio 有很多投资房 啊 比如说指挥奖理论的那些人 没有用的 嗯 啊 他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投资的精力 啊 他手上用的多少房子 这个当时一个参考 并不是说他越多越好 嗯 比如说我这个前几个月碰到一个人 他说他手上有三十几个 我说哎呀他比我很厉害 哈哈 实际上是什么 是什么回事的 他是他在打那顶那边 买了他是继承了那个 那个 嗯 一些一些一些 一些去买了 嗯 很大的一个block 一下洞就没 就十几万 那 那三十多洞的话 也不过那个不到四百万之差 嗯 而且他是一次性买到的 那你看这样的人 虽然是有三十多洞房子 他能够给你 做什么coaching 不可能 因为他从经验上他也没有太多经验 只是一次性买这么多东西 嗯 所以 所以coach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 啊 投资 经历 嗯 最好是能够经过这个cycle 那个广场的投资 高分啊低分啊 这种cycle 经过 嗯 然后 还有一个这样 你这个选择这个coach 他能够告诉你 你要问他他 他能秀你看了他 买到那些房子 他为什么买这些房子 对 必须手上他有东西能够秀给你看 嗯 嗯 然后你才能从中学到东西 嗯 对就是自己要在这个房地产市场上摸爬滚打很多年了 就是犯过很多错误 有很多经验 嗯 所以 所以能让你不走弯路 嗯 这样子 他一看 那个 那个coach 主要 目的是 就能够引导你 不让你换错 是吧 道路上 往前走得更快 嗯 所以 嗯 他如果自己没走过这个路 嗯 那就不可能给你做政治领导 是是 嗯 靠你自己哈 这么多年走下来 在整个房地产投资 就是你做的这么成功 但是在这么多年下来 你觉得你犯过的最大的错误是哪一个 啊 这个我刚刚也提过了 第一个买第一个房子的时候 哦 这是第一栋房子 嗯 没有经验乱乱买 评论的感觉乱买是吧 嗯 嗯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我 那没有换 差一点换的错误 我先不提一下 就是 像很 我买的买第一个房子是实际上是 我就 准备一个一个破房子 我准备是把它推倒的重建 像很多我们华罗人家 哎呀我 进房子是吧 这个能带来很多的利论 我当初也是把这个想法 那 那后来呢 啊 啊 我们跟这个 这个我的 mentor 一讨论 因为说 那把这个房子推倒掉重建 要花多少钱 啊 那起码说要花个五六十万 这是起码的 那那个时候你五六十万的钱 能做什么呢 把它分成三个 首付 deposit 你可以买多买三栋房子 嗯 那你是多买三栋房子好呢 还是 把现有的房子 重新盖一个好 嗯 后来我们去衡一下 当然肯定是 再多买三栋好 嗯 所以我 刚从那地方到现在 我还没还没动 嗯 重新稍微装修一下 再出去啊 就是这样子就 我手上就 多的好这个房子 嗯 嗯 嗯 对这个结果很不一样哈 嗯 是的 那么 因为你自己现在也是成为一个mentor了 实际上也是一个房地产的这个导师 啊 带领那么多学生 啊 这个学员进行投资 有没有从学员的这个这个经历里看到 他们也犯了哪些错误啊 啊 就是说可以值得大家体验的 嗯 OK 一旦成为学员 基本上我们能保证他们不犯错误 啊 但是在他们成为学员之前 我看到他们各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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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错误 啊 那我可以举些例子的 比如说 嗯 刚刚前面也提到 只看现金流啊 嗯 我这个买东西 啊 公寓 哎 哎现金流行我买apartment 公寓买一大堆 嗯 结果呢 公寓你知道他你知道 但这个 升值比较慢啊 所以就 很难再往进行里买 或者是买对 买错区了 我跑到 南奥克兰去 有人说哎呀我 这样早些年 同样的一个房子 在中区买 我要贴钱 啊 那个到南区去 我就挣现金流 我为什么要到中区买呢 干嘛要去贴钱 是吧 他就跑到南区买了一些房子 哎现金流还是不错 但是呢 他因为他不怎么增值啊 嗯 或者是增值非常慢啊 啊 然后呢在那个 市场不好的时候 他下去 往下降的比较多 所以 所以 到程 你往前走的速度就慢得非常多 嗯 嗯 这一类错误啊 嗯 划过来有些人呢 我 只买带地的 啊 这个 我知道这个房 这个资产呢 价值在地 所以说 他买个很大的 上面这个小房子 那 这样子呢 就像是囤地 Land Banking Land Banking 哈哈 就是 这样子呢 长期来讲 你 土地在政治没错 但是他没有什么信心 你又支持他往下走 不能买更多 嗯 嗯 这是另外一个集团 嗯 嗯 那 还有呢 有的是 更分 现在很多人 我们的全民开发 大家都去买地 盖房 嗯 那 这样子 呃 就出现了 因为你没有这个方面的经验 不熟悉 那 可能就 啊 就很多 踩到很多个雷层的坑 嗯 就出现这种情况 嗯 嗯 那 还有 有些人买了一些 不是很好的房子 比如说不能增加价值的房子 比如说你买到 很多的区域都被震房包围里面去了 这种房子就不增值了 嗯 或者买的房子就靠近高压线 啊 这种你不增值 啊 或者呢 啊 买到这个一些 嗯 这些机构上有问题的 就是cladding 是刚才的pluster的啦 或者vella site的啦 啊 之类的有问题的房子 嗯 所以 嗯 这些都是一些场景的错误 这很有意思啊 这些 学员以前的这些走过的弯路 哈 这个是对大家实际上是很有帮助 是这样子 嗯 有没有举个例子 就是说哪个学员 他这个通过加入你们这个mentoring之后 他的资产增值 在一定的时间内 讲的例子非常多了 很快 嗯 那我可以讲几个例子 有一个 嗯 去年我们搞了个讲座 他听了讲座的很激动 对你们这个理念很好 嗯 他说呢 我想尝试自己做 嗯 他自己就去去去去去去摸索了 三个月后回来找我们说哎呀 不行我自己一个人没办法 嗯 还是回来找团队来帮他帮他做 嗯 到今年 因为今年呢我们已经给他买了这个 现在已经到53个了 已经买了两个 嗯 这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嗯 那还有一个是 他加入团队之前是一栋房子还没买吗 就是他加入之前他一栋房子没买 加入前他一栋房子没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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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 三个月买了两栋房子 嗯 嗯 嗯 买了两栋房子 现在已经看第三个了 一年多 嗯 嗯 那还有一个 啊 Couple 现在还没结婚 我们说Couple 就是男女朋友 嗯 也是通过我们的指导下 啊 就是在 先从一个unit开始 买了一个 通过父母亲给他这些钱 嗯 做deposit 嗯 然后买了第一个房子 赚了这个 比 比他 就是整个cost 去了以后 大概增加了将近20万 嗯 然后我们就帮他就 申请revolving 拿出来 作为第二套的deposit 从这里来了 嗯 第二套一幅画瓢 连续这样 就买了三套 嗯 那现在他已经 前面三套都是这个 啊 投资房 啊 到现在已经一开始 在为自己的自治房 那还有呢 比如说 已经六十几个上了年纪的 啊 学员呢 他过去呢也是在 也走这种 啊 开发房子的路啊 一直在啊 啊 买地盖房 开发 那那 然后呢 现在回头来 研究了我们这种 这个 投资思路策略以后 认为我们这种 更好 所以回头 也加了我们团队 那类似的 他刚才讲 也是跟我 前面讲的类似差不多 我觉得那个做 开发投资是赚了一些 现金流 但是他手上 没有什么房子 hold在手上 就没有buy and hold 只是开发 卖房 开发卖房 这样子 这个没有所谓的 资产金累 嗯 他开发的东西 本来也留在手上 做一些 留在手上 做投资房 但又觉得不合适 新的房子 就留在手上 确实也不是合适投资房 所以 嗯 他这个 信任了我们这个 这个投资理念后 现在 重新跟我们 学 这个思路 嗯 你觉得作为一个 成功的 房地产投资人 啊 就像你自己 是什么因素 让你成功的呢 嗯 你首先要 任何要成功呢 首先要给自己 制定一个 合适合你的 目标和计划 嗯 你知道你想要什么 嗯 那 整理你自己的 情况 嗯 制定一个 可以 嗯 实行的目标 嗯 然后 投资房地产 当然 要 你 要你熟悉 要做到那个 熟悉这个市场 嗯 既然 不管做什么都一样 你要必要 要熟悉它 是吧 嗯 然后呢 嗯 对市场一个整体的判断以后呢 你要对 对每个房子要有 准确的把握 嗯 那当然这里面包括 整体的把握 包括两个 一个是 这个房子的质量 怎么能够做整体判断吗 钱力怎么样 要做 做出这个很好的这个把握 嗯 第二个呢是价格方面 你要 这房子 价位市场价 应该在什么地方 所以你要低市场价去买 嗯 所以 这个你要有相当那个 啊 整体判断才行 不然你可能就买亏了 是吧 嗯 嗯 那 当然第三个就是 你说 买房子要 要 能够赚到钱 你还是有些也是有些技巧 可以讲的 嗯 不管是协商还是拍卖 啊 都是有它的方法 这些都要 都要 应该都要学到 学到位 嗯 嗯 所以 嗯 我觉得这就是这几个方面 如果你在地产方面要成功 这这几个方面都 都要让自己 要有所提高 你刚开始做房地产的时候 有没有制定一个投资计划 当时有没有这个概念 啊 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计划是比较 是有的 有 但是呢 没有一个 就是没有像现在的 应该做到比较全面的规划 啊 有一个长期计划 中期计划 短期计划 当初这个啊 计划是相对的 比较都比较短期的啊 我这几年我想做什么东西啊 就相对来比较短期的啊 嗯 作为一个投资来讲 嗯 嗯 肯定要不要一个比较全面的啊 啊 长期中期短期 这个计划都要有 都要有 当然这个计划 要随着你这个 这个市场变化 跟你的跟资产情侠变化 做调整 是要的啊 对对对对 所以说你也会定期去 嗯 去分析自己的计划的可行性 然后做一个 对理由一下 对对对对 那么你在这个2021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 对我目前这个短期的计划 今年的计划 就是把我这个现在手上的这个 这个portfolio做调整 把刚才讲到的 我刚买的这两个都能够进一步 花费它潜力的啊 做这个啊 把title一个变三个 从三个变五个六个啊 这种这个啊 units啊 都在做这个这一块 然后呢 现在买的 这个以后也重新也要做 改造计划啊 嗯 然后就是从 啊 巩固现有的portfolio进行上 嗯 嗯 啊 如果合适机会 当然还继续买进 继续买 再买一两个啊 嗯 就是 经营的计划 啊 这是很鼓舞人心的啊 啊 做一个 就是 全职做房地产投资的 一个投资人 包括 同时是一个投资人的导师 你的生活状况 是什么样的呢 嗯 啊 现在就是 得办退休状态 比较整个生活方式 比较flexible了 嗯 啊 基本上啊 对房地产这个 肯定要把这些关注 每天必须要 了解这个市场的变化 看看这个 有什么还原出来啊 啊 那个 写什么新的市场动态 啊 如果学院有什么这个 啊 问题 啊 要帮助他们解决 是吧 嗯 嗯 然后 周末基本上 星期六 我就一整天 就是带学院看房子 基本上就最满了一天了 嗯 带着学院看 看十个八个房子 帮助他们分析 每个房子分析过去 这个房子好在哪里 不好在哪里 能做什么 有什么潜力 啊 如果你敢去的话 这个房子价格 应该在什么 什么位置 啊 可以做这些 啊 在带他们看房子的功能 教他们 啊 然后 拍卖啊 协商啊 帮助他们一起去做东西 嗯 啊 整个 平时时间就相对比较 宽松 做一些research 啊 除此之外 当然就基本上 竟然能够 啊 都会自己喜欢 去享受那个生活吧 享受的生活 对对对 到到那里呢 嗯 参加这个徒步舞 群呢 嗯 还有参加这个 和尚团呢 哦 这个很好 哈哈哈 这个 这个之类的 嗯 对基本上 就是 没有一个 啊 固定模式 所以反正就啊 除了 嗯 替学员 该 该提供的这种 服务提供 以外其他就是 反正就是 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嗯嗯 很好 这是财富自由的最终的目的啊 就是要自己 就是比较 灵活的 支配时间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 嗯 不过说到这个 替 那个 我们会员服务 我并没有把它当作工作来做 实在的啊 嗯 就是说 因为这个 投资房地产我本身是很喜欢啊 嗯 在做这个工作中 没有 我感觉enjoy 特别是有时候帮到学员 买了一个很好的房子 有时候比我自己买的房子 我还高兴 觉得很有成就感啊 所以 这一点呢 我就愿意 啊 我在做这个 已经做到第六个年头了 就啊 有的人认为啊 你现在是不是 要不要退了啊 啊 房群 这个去享受生活呢 我都 我这次过程中 我本身就一直享受 嗯 你不要退出去 而且呢 我认为这个 在这个市场上 继续要做投资呢 必须要 要留在这个行业啊 嗯 你才能这个 就是 不会out 是吧 一定要在市场内 你才能够 能脱离市场啊 嗯 自己往前走 自己对自己这个 这个投资也有 有好处 你平时会 会不会还看一些这个 房地产呢 或投资方面的书籍啊 或杂志啊 或者其他一些资料呢 嗯 那那那会的 那个过去的呢 你看在投资方面 是不是看了不少了 那现在只要是根据 研究市场动态 市场的各种方面的评论啊 嗯 那一些杂志里 比如RPA的杂志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 嗯 所以我就建议给所有投资人 就是阿克兰投资协会 啊 每个会员都会有的 这个的 Proper Investor 这种杂志 嗯 你内容也挺豐富的 是 是 好 真的是非常感谢 因为今天你给了我们 大量的资讯 分享了很多 你自己的成功经历 我相信我们都受益很多 啊 那么最后有什么 有什么话 要对我们的这个 听众啊 说一下的 就是做一个小总结 OK 嗯 有幸 就是Mary邀请 来大家跟大家分享 我的一些 投资小经验 嗯 嗯 那我觉得如果 有志愈在 黄地产方面 嗯 走向成功制度的人 啊 啊 我觉得一定要学会 刚才我上面听说 一定要学会 使用杠杆 啊 使用接力 啊 通过 时间杠杆 今年杠杆 还有团队的杠杆 啊 来自你啊 走向成功 有效的走向成功 啊 那如果说 你认为 我们这个投资这个 啊 理念 对你有所帮助啊 愿意和我进一步探讨 你可以 啊 来找我 我们再 进一步的 啊 再讨论商量 啊 看看 我们能不能 帮助你 嗯 如果有需要的话 啊 可以联系我 啊 我的电话是021 232 8965 或者WeChat 很简单是 CWU027 嗯 CWU027 嗯 我的微信 嗯 谢谢大家 谢谢 非常感谢CAL 非常感谢CAL 我们会把CAL的联系方式 微信和电话 都放在节目后面 需要寻求专业房地产投资 知识和帮助的朋友们 嗯 可以用这个联系方式 跟CAL取得联系 希望通过CAL的帮助呢 能够缩短我们投资成功的这个历史 尽早实现财务自由 嗯 非常感谢CAL 再次感谢你 可以 让我们一起成功 一起成功 好 谢谢 谢谢CAL 好 拜拜 拜拜 感谢收看本期的成功思维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你从CAL的故事里得到了什么样的启发和收获 让我们继续跟随成功人士的足迹 因为成功会留下线索 每个视频都已经是多 desse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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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